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宏林 再次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我們看到這次整個美國跟中國的 這些相對應的許多的一些衝突事件 讓大家當然不斷 一直在反思說東西方 本來文化就有許多的一些差異 甚至看到美國某些的一些現象 中國很多人都說 對啊 這個美國的民主 或者是歐洲的相關的民主 好像也不一定是我們所喜歡的 中國應該有中國的文化的一些樣子 當然引起許多中西的一些討論 當然藉由最近的一些議題 從美國的選舉 產生對中國的一些探討 或者看到香港議題的處理 再再多讓我們重新來思考 我們再談到這個東西文化所產生的一些部分 到底中國的這些相對應的部分 難道都文化都沒有相對的問題嗎 我覺得這值得好好來做一些檢視跟討論 今天我們很開心再次邀請到我們香港作家 陶傑老師來連線跟我們來接受訪問 我們先請陶老師來跟大家問候一下 陶老師您好 你好 你好 是 老師我想我們就回到剛剛的題目了 因為我想本來當然每個地方的文化 風俗都不同 哪怕是一個顏色 有些國家用紅色喜氣 有些國家用紅色可能是一個 不好不吉義的部分 這都就是文化上的一些差異 我們也很討厭這個強加 用各自的一些文化強勢去做印象 不過當然回到我們在談中國的一些相關議題 您有提過這個中國現代化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你認為失敗的一個原因是說 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我相信很多人會挑戰說 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中國這個科學相關的論文發表 已經超過美國是全世界第一 如果從這個SCI的這個論文數來說 幾百萬篇 這個已經在全球都連續9年排第二 你怎麼會說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當然我覺得這值得您好好 來跟大家說明到底為什麼 叫做中國沒有知識分子 特別的部分是您又把知識分子 跟士代夫這部分 認為它還是有點不同 因為傳統我們知道 我們會說士農工商是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士代夫跟所謂的知識分子 你認為還是有些差異 是不是可以麻煩您幫我們評析一下 首先您剛才說當然在中國 在這個海外的華人當然有很多 在這個科技方面做得非常的優越的這些 但是這些是不是知識分子呢 廣義上來說他們算是 但是他們其實是知識的專家 所謂的知識分子我們廣泛的認為 就是從這個英文intellectual翻過來的 這個intellectual又從哪來的呢 是19世紀末 俄國在沙皇時代 有一批的這些知識分子他們坐下來 他們除了自己或者是工程師 也許是醫生 也許是其他的什麼科學的專家 也有的像托爾斯泰一樣是作家 但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 在他們專業以外的理念 就是要關心社會 就是要看到社會有這麼多 受壓波的 勞苦的大眾 來怎麼樣來改善社會 廣泛存在的這個不公平 而且還討論我們作為專家 是不是能夠超越 我們自己的專業領域 用我們在尋求知識的過程中 學到的科學和理性的精神 來改善這個社會 那麼你光有知識 比方講你在長庚醫院裡頭 當一個外科醫生 但是你不關心這個 比方講這個台灣原住民 他們這個歷史上這些受壓波的問題 那麼你只是一個醫生專家 還不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是不是 所以這個又回過頭了 我說中國要麼就是另一個極端 世代夫是從科舉去讀孔孟的這個儒家的這個理論 來上去的 如果我們就一直從這個唐朝到清末 他們懂的就是中國文科的東西 儒家倫理 道德經 再加上一點佛學 但是他們又缺乏科學的訓練 所以為什麼到20世紀初 胡什芝先生從美國回來 他就在五四運動提出科學與民主 因為他看得出中國這個科舉 這個1000多年是培養出那種訓古的 那種在古書堆裡去考證孔孟儒家 這一句話怎麼說 那個句話是什麼意思 這些就叫世代夫 他們缺乏科學的 或者是像西方的理性的精神 所以這個要把中國的世代夫 變成了一個現代意義的知識分子 必須有其他的價值觀 並不是說你到哈佛去念了一個PhD回來 然後就做你的官 或者是做你這個台大的什麼系主任 就夠了 我這個每個月的薪水不錯 買了房子就夠 這是不夠的 所以中國的這個知識分子這個很薄弱 只有100年的歷史 而且100年來只有從大概明初到1949年 這大概38年左右 30、40年的這個歷史 我們看到這個像胡適啦 甚至是共產黨的陳獨秀 李大釗啦 或者是後來來了台灣的這個 英海光啦 雷震啦 他們是非常罕有的 在中國科舉制度結束以後 然後這個民國憲政在建立以前 或者是建立的過程雍現的 有西方的寬容 理性 科學 精神 和這個關懷社會的各樣的特徵的知識分子 這個是曇花一現 在這個武士的時候大批雍現了 但是後來去了一批到了台灣 因為遇到這個雷震事件被蔣先生的這個國民黨 給壓下去威權啦 但是這個民進黨裡頭這個美麗島事件 那個劉日的那一派和台灣本土的那個 又承接了這個知識分子傳統 所以才有這個80年代美麗島這些的 黨外的抗爭 是不是啊 但是這個台灣的知識分子這樣蔓延之後 他必然就變成一個本土的台獨的意思 慢慢就跟蔣先生代表的大陸的 傳統建制的 甚至有帝王特色的威權 就分道揚鑣啦 那麼大陸經過反右運動 胡鋒 整鋒 然後文化大革命 留下來的知識分子又被共產黨 或者是新中國把它給全部整死了 所以到了今天呢 我們看到有一點說國僅存的 像蘇小康啦 像那個跑出去的劉賓宴啦 他們或者是方麗芝啦 方麗芝是個物理學家 但是他關心的是社會學 那麼這些知識分子在海外還有一些 在大陸也有一點 但是現在他們不能說話 所以到了今天是我們在看到美國 美國是知識分子 知識精英掌了權 我們必須要有這個特徵 知識精英不是神仙 不是聖人 我們不要對他們做出過分的膜拜 因為從這個托爾斯泰到沙哈羅夫 還有這個我們電影裡看的日瓦哥醫生 他們是在威權之下 在作為反對派在野的時候 他們的情感 他們的理想是最純樸的 但是到了今天我們看到在這個 2008年以後我們看見這個美國 歐洲基本上是他們西方知識精英掌權 而且鞏固了權力的時候 所以今天看到我們這個拜登 他被指不配做總統 他家族拿了錢 而且跟這個華爾街跟美國的高科技 工業勾結 是知識精英掌權以後 以知識精英的方法 或者是以他們的特徵 一個墮落和腐敗的過程 就是錢跟權力的勾結 所以他們變成了另外一種東西 這叫知識傲慢 Intellectual Arrogance 所以這一次在美國的這個拜登勝選 這一次完全體現出來 所以他們變成了人在人民的對立面 而不是說他們在托爾斯泰 沙皇的時代遭到壓制 沒辦法享有言論自由 他們出版書 出版這個報紙 然後去為人民 勞動人民去發聲 但是他們今天已經當了統治者 所以你們看到他去封這個推特 他不讓這個川普發聲 他不讓那些激烈反對民主黨的 這些人發聲 當他們看到真正另一批 另一波的人民去佔領國會的時候 他們忘記了2008 他們自己去佔領華爾街 他們忘記了2個月以前 他們發動這個黑命貴 在20多個城市發動暴動 所以這個赤裸裸的 他們那種統治者的墮落的 或者是這個帝王的嘴臉就露出來了 所以輪到他們來壓制反對的聲音 我們看到這4年是川普領導 這些針對自食傲慢統治階層的 反對的聲音在美國其他的各階層 像農夫 事業的工人 還有軍人這些 真正是像中共說的工農兵 但是現在這個自食精英華爾街 財經集團一勾結又回潮 浮批到這個奧巴馬的時代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美國 輪為一個被人說是像委內瑞拉 這種拉丁美洲的國家選舉拙避了 當然有拙避 他們現在就說我們美國民主 是不會有拙避的 這個你相信嘛 等於說共產主義的社會是絕對平等的 現在他們用同樣的謊言 來鞏固他們這個腐敗的這個權利 慢慢就會走上自食精英的威權時代 所以這個是美國一種新的現象 新的狀態 是非常值得全世界關注的 是 剛剛老師剛剛提到的部分 的確可以讓大家比較深刻瞭解說 所謂的知識分子倒不是一個所謂的 你在某些專業具有某些知識 說我們博士 我有中國那麼多博士 美國也一樣 他們可能在現在 許多的一些專業論文的部分 在世界上產量非常的多 很多高科技的內容都從這邊來 但他們真的有所謂的 具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嗎 我想值得來做一些思考 另外老師在過去的文章也有提到 有關這個文革的事情 因為當然大家知道 毛澤東發起這個文化大革命 但他產生了許多的一些 到現在當然大家都願意說那是一個浩劫 但大家就說這個只是毛澤東 就能這樣子嗎 如果沒有比方說民眾 如果沒有這些所謂的 我們談到的這個 沒有辦法去做一些 所謂正確判斷思考 或者沒有勇氣道德的 這樣的一些民眾 是不是他沒有辦法把這部分的事情 就變成更加的一些擴大 產生現在在我們在檢討起來 是一個非常慘重的一個 所付出的中國的一個代價 老師當初為什麼會這麼講 要不要分享一下 因為中國的文革是一個非常 是一個非常大的浩劫 我們都知道 那麼他經過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49年以後 毛澤東當選就在知識分子當中 提倡這個整風 思想整風 首先他就批判一個紅樓夢專家 叫余平博 那麼為什麼要從紅樓夢這個開始呢 因為有一個年輕人叫李希凡 他從無產階級的馬克思的角度 來重評紅樓夢 那麼余平博不同意 然後毛澤東就少有就介入 說余平博是錯的 那麼這個用這個馬克思的觀點 來看這個紅樓夢這個年輕人是對的 那麼然後就從這個一個知識分子入手 然後叫再把魯迅的接班人 留在大陸沒有去台灣的胡鋒 把他給揪出來了 因為那個胡鋒那個時候 針對新中國的文藝政策 他寫了一個意見書 但是毛澤東就說這種是小資產階級的 這種的表現 他其實是借題發揮 這個胡鋒就是把他牽連了 大概有2萬人 胡鋒就把他牽連了 大概有2千多個知識分子 受到嚴重的迫害 而且最惡劣的是要其他的知識分子 像留在大陸的巴金 曹瑜 甚至傅雷這些人 去兵信去一起參與批判胡鋒 這一下子就把留下來的 知識分子的尊嚴 或者他們的這個地位 把他們一下子給摧毀了 然後就是1957年的反右運動 那個反右運動就不只是 針對這些有名的作家 而是全國範圍內所有的知識專家 包括你學水利的 學物理的 歷史的 然後你在原單位 原大學叫你提意見 提意見以後就一網打盡 然後就各個標籤 他們的孩子不能上大學 然後到了最後是文化大革命 是越來越更激烈 那麼這麼一下子就把中國僅存的 留下來的知識分子的種子就摧殘之盡 那麼另一方面在台灣的胡適留下來 他的日子也不好過 因為這個英海光 我們都知道這個雷震 他們是想在國共以外 是不是能夠成立一個第三勢力 組織一個知識分子為主的民主黨 關懷社會呢 結果這個苗頭也被壓下去了 所以到了這個文革以後了 中國不只是沒有知識分子 而且以前士大夫的 這種留下的儒家的 這一點點的意思都沒了 因為毛澤東跟著又掀起了這個反恐 對不對 所以你以前在這個 中國歷代的知識分子已經很可憐了 他們從來沒有執政的機會 他們跟後來的美國的奧巴馬不一樣 奧巴馬 克林頓 拜登 這是知識分子執政 而且執政時間過長 而且跟美國的華爾街席谷勾結 成了一個精權的壟斷集團 但是中國的士大夫從來是在皇帝身邊當建官的 像岳陽樓記裡頭講 這個居廟堂之高 則憂其名 處江湖之遠 則憂其君 那麼它上面從來就有一個君在上面 下面就是人民老百姓 所以就這樣 它在當中這種 這個sandwich 這個三明治的階層 本來就已經不能夠發揮 他們讀書的報復 在經過文革的時候 連他們一點點的尊嚴都被壓碎 所以到了今天這個地步 中共自己都說道德真空 信仰真空 那麼他們用什麼樣來填補這個真空呢 他們用自己的法子 這個跟100年來中國知識分子 他們提倡的科學 民主 自由 這個是完全兩回事情 是 所以剛剛當然聽到老師 這樣部分大概也可以瞭解 還是回到我剛剛講的那個 有知識 良知的這些知識分子 大概都是任何國家啦 其實我們持平來談 台灣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台灣也有 台灣民主的政黨政治 雖然是我們選擇的一個政治體制 但它有沒有問題 它會不會變成是 我們常講原來這個參政是置業 後來變職業 當越多參政的人把他當職業 他就形成了一個政治的產業結構 後來就不純粹了 那也有人藉由民主這一個利器 然後有心人就為所運用 這就是我們所看到 在民主制度裡面 還是會產生的一些相對應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您也一直 這部分您有寫了一篇這個 無歷史狀態的美國式傲慢 我覺得無歷史狀態還滿有趣的部分 這個老師要不要談 為什麼您會寫這篇這個文章 針對這部分會有一些感觸 因為大家在談到 當然一直在談文化 我們剛剛提到的一些衝突 是不是請老師也可以幫我們說明一下 什麼美中關係 這個外交 很多美國人他們自己也醒覺 從這個抗日戰爭到現在 美國一直吃虧 為什麼 我們看到40年代 美國第一代中國通費正清 他們就派著這些記者 或者他們的學者跑到延安去考察 那麼看見延安毛澤東就對他們說 毛澤東的偶像是美國的華盛頓 毛澤東希望在中國建立 像美國式的民主 美國人很天真 聽了這個話就很高興 而且不要忘記在40年代 30年代美國 英國 歐洲 都興起一股對左翼社會主義的幻想 而且是史塔林在這個蘇聯 建立集體主義公有制以後 美國的跟英國 歐洲的知識分子 因為他們不知道真相 他們覺得或許蘇聯的模式 是一個比較公正理想的人類的生活的模式 所以再加上這種背景 心理背景 非正清的知識分子跑到延安 就對毛澤東代表的農民 這個階層就有一點的同情 我們看到美國的那個時候的 女作家 曬珍珠 以這個中國北方這個農村的貧苦生活 為題材 曬珍珠也是一個liberal 自由派的作家 但是這些人的眼中 他們看到中國是比較簡單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不懂得中國3000年的歷史 因為美國立國的歷史只有200年 他們是從清教徒離開這個英國 蘇格蘭來到美國去建立自由的 建立他們自己有信仰自由的 一個新的國家 他們不可能理解中國從勤死亡以後 這個法家的這個統治階級的那種意識 所以這個美國一直以來漢學家 對中國是一般是一知半解的 因為為什麼 我也不怪他們 因為人的一生很短 你要在美國讀漢學 你要進普林斯頓 耶魯 你本身在中學要讀的功課要很多 你除了自己如果是個白人 你要讀好英文 拉丁文 還有一兩門的歐洲語文 然後你再從頭學中文 從頭學中文你就學到這個日常語言 是不夠的 你要學中國歷史 學中國歷史你又不夠的 你要瞭解中國歷史 儒家 法家 道家的來龍去脈 然後你才懂得中國人的想法是怎麼樣的 然後你要瞭解中國歷代的這個改朝換代的人物的細節 比方講你要對曹操 對朱元璋 洪秀全 這些人 毛澤東這些人有深入的瞭解 比方講你怎麼比較這個曾國藩 跟這個蔣介石兩個人的思想呢 你哪有這麼多的時間呢 因為你要具備要大量 中文非常好 而且要對中國的歷史跟哲學 都有一定的知識 認識 然後你才能夠把 為什麼中國3000年能夠孕育出共產黨 這個東西出來 你得要用這個背景的分析 但是費正經這些人 是用他們美國的西方的知識分子 Liberalism的眼光來看中國 所以會把中國的事情看得簡單化 所以現在美國人 我們都知道很多中國人去了美國 你住了幾年 你覺得美國人很好騙啊 你跟他們說什麼他們都相信啊 他們不是好騙 而是他們的是叫Honor System 他們跟人打交道的原則 是我把你當好人 直到你對我撒謊 我知道了 我就以後不信任你 但是他們不知道中國這個文化 從鬼谷子 春秋戰國 那種孫子兵法 對不對 那種叫兵不厭詐 中國人現在這個存活 生存在這個社會裡頭 是我不能夠說都是劣幣驅逐良幣 而且你是防人之心不可無 而且你要防著對方 你不認識啊 無事獻殷勤 非奸即盜 這個是廣東人說的 所以中國人是因為受了 這個法家的影響 比較傾向於相信 信本惡 所以我們這些人在外面 都要防著人家 中國人之間的交往是防著的 但是洋人不提防 那麼不提防 你去跟一個 處處要防著別人來算計的一個 國家或者民主打交道呢 你肯定至少是前幾十年 你是吃虧的 直到你上當以後醒悟啊 你都發覺你身上的東西 都被他偷走了 你那時候醒悟會不會太晚呢 現在很多人就是說 包括西方醒覺了這個問題 但是所以才出了一個川普 想用一個霹靂的手段把他改過來 但是遇到了這場瘟疫 天時地利對他不利 結果他下台了 下台以後就拜登 奧巴馬 這些人又扶批了 扶批以後他們現在又說 The Great Reset 他們又說要把這個 整個世界的秩序要改變了 怎麼改變呢 你要靠世界衛生組織跟聯合國嗎 又是靠這個華爾街跟這個推特嗎 所以他們現在是淪為一股打嘴炮的 這種精英的這個壟斷的統治階級 所以你看中國就是文革以後 不用說了 這個趙紫陽 胡耀邦那個時候就承認了 直到江澤民時代 溫家堡總理說 中國人民的素質很低 不適宜行民主的這條路了 對不對 但是今天我們看到這個瘟疫 中國的控制非常有效相對的 連《紐約時報》 《泰晤時報》說 中國做得好啊 但是他們在一想不對啊 這是不只是威權 是極權制度裡頭 加上東方人那種順從 服從 遵守紀律 這種就是說黨國爸爸叫你說一 你這老百姓 兒子 孫子 不敢做二的那種服從的心理 所以他們西方也想想 我們自己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 那中國模式 那你能吸收多少呢 全世界 你現在面對這個Great Reset 你現在西方面對的自信的崩潰 那麼這個時候是不是你應該擁護 來自中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呢 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啊 你不能夠說中國做得不對啊 他比你看得先早一步啊 他看到這個馬雲的這個支付寶 手上的大數據不行啊 他看到馬雲如果被一個企業家 掌控所有大數據是危險的 所以他把馬雲搞掉了 但是你在美國看到推特 Facebook 這些數據的青年大亨 不可一世的時候 當川普在這個國防預算加入條款 要限制他們的權力的時候 被民主黨把否決了 是不是啊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中國最近這半年 他防疫的那種威權的 強大的壓制力跟組織力 跟把這個馬雲的這個數據的巨頭 把他以這個拿下沈萬山 跟這個胡雪岩這種模式 把他給整肅掉了 這兩步是雷霆萬鈞的 但是你西方做不做得到呢 你兩樣都做不到 兩樣都做不到的時候 那你得要自己問 我這個西方民主制度是不是萬應萬零呢 還是中國那一套好呢 但是你看中國這一套換成今天的這個日 結果是付出了什麼代價呢 是毫無知識分子 或者知識分子要晉升 要進監獄 再加上一個他們自己也承認的 相對低素質的人民來接受一個 威權的組織跟控制 不准問 不准想 總之我叫你幹什麼就幹什麼 留在家裡就留在家裡 要是不聽話我把你這個門給封起來 所以現在今天中國中西文化 在衝突100年以後 經過這個瘟疫加這個川普拜登之爭 變成了一個信仰價值觀 相對高度衝突 甚至是真空無語的狀態 這就跟美國的這個先天上 它是缺乏歷史或者歷史感不夠強 這個缺陷有很大的關係 是 剛剛聽老師剛剛講的部分 其實不只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是美國他不了解中國整個 更深度文化的一些背景脈絡 但回過頭來講 同樣的中國也許也不一定瞭解 我們在談西方的有一些文化 或一些底蘊 特別比方說老師剛剛也提到 這個自由主義的部分 你也提到說其實我覺得這個中國 到現在可能都還不了解 自由主義的真理 有人說太自由了 現在回過頭他們會看美國說 你看吧 民主太自由了 其實台灣都有 就是就是給你們太自由了 所以你們才會作亂 這個某種程度來講 我覺得我不確定要不要稱華人 或者是中國 或者台灣都一樣 有人說奴性太重了 真的是甘為奴 就自我閹割了很多的權限 老師你過去也談過這樣的部分 要不要請你來看 為什麼聽起來中國好像不配 或者自己自我閹割 不想要享受自由 但是我先補充一下 在中國跟西方這個瘟疫衝突裡頭 發現克制的缺點之外 還有一個台灣 這個台灣現象 是西方跟中國都不敢面對 或者是不想解釋的 台灣我不管蔡英文是民進黨 還是國民黨 台灣2300萬人都是華人 你不是講國語 就是講閩南語 你跑到台灣的南部 他們聽歌仔戲 祖先崇拜 他們還是華夏那一套的儒家的文化 那麼這一次對抗瘟疫 我們看到是恰恰的是 中國儒家文明的優點 跟西方的科學 透明 民主 向民眾負責的那種精神的優點 剛好結合起來 所以如果今天胡思之先生再生 他會看到台灣現在今天相對 處理瘟疫的成功 他會覺得很心晦 他會說寫出很多論文 就是說這就是我們五四1919年的精神 這個表現 當然五四的這個比較急一點 說要全盤西化 這個是不對的 但是我們看到今天 台灣這個醫療制度 甚至比香港還要好 這個醫療制度裡頭講科學 講統計 然後面對這個病毒 這個疫苗 什麼行 怎麼行 哪個不行 都講出來 有一個透明度 然後在治療這個過程 就要講科學 然後這個是民主科學 跟儒家的那種紀律 先天下之優而優 或者是天下為公 這個精神結合起來 所以今天這個台灣在這個處理瘟疫 我想是非常成功 但是這個世界衛生組織不願面對 這是一個政治化的一個組織 而且美國自由派知識分子 也不懈探討 即便是川普 他對政治沒有興趣 他對台灣為什麼會成功沒有興趣 他只想把台灣作為他一個連任的 可能一個棋子 所以這個台灣在瘟疫這個成功 我想如果西方真的是以平等之心待我 像孫中山說的 現在你拜登上台以後的東岸知識分子 應該重點研究全球化之下的 台灣瘟疫成功的現象 而且探討為什麼 然後謙卑地要問自己 我們現在自由派當權的美國 我們做得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所以我看這個瘟疫時代 台灣模式的成功 我說一句比較誇張一點 是可以垂範世界 解答了為什麼西方民主 現在它的毛病浮現 而台灣沒有 而中國的這個威權君主制度如果浮辟 台灣能夠避免又能夠做得最好 跟紐西蘭差不多 我們看台灣跟紐西蘭在很相向 兩個地方都鎖果 但是紐西蘭在南半球最難的一端 它跟這個世界的交往關係 沒有台灣這個戰略地位這麼重要 你台灣上面是日本跟南航 對面是福建 然後面對這個南洋 但是紐西蘭就在南極星那邊 旁邊是往往大海跟澳洲 所以這個台灣跟紐西蘭 這一次的抗議的成功的比較 然後台灣跟這個中國大陸 跟這個歐洲西方的抗議的對照 這個將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這個當然也值得我們好好來做一些觀賞 這個也是謝謝老師 今天非常精彩的這些分析 也讓我們有許多反思 我相信我們的觀眾朋友 有許多也自許自己是一個知識分子 憂國憂民 所以每次看到大家的留言 給我們的一些建議 也可以感受得出大家 不管是有些有焦慮 但有些當然也抱有一些希望 但我也想起有一句話有人說 就是很通俗的這個例子就是說 你要害一個人最好的方法 就是不斷地原諒他 是 我們所有的這些知識分子 你是不是一直在縱容你的政治人物 讓他去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而導致不可這個回復的一些災難 這個我想今天陶傑老師 也給我們許多的一些省思 再次感謝我們陶傑老師 接受我們的一些訪問 我們希望未來還有機會 再邀請您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麻煩大家 如果你對我們的節目很喜歡 幫我們按讚 幫我們留言 幫我們轉傳 幫我們去分享給更多的朋友 一同來關心我們中國民主化的一些問題 再次感謝陶傑老師 謝謝 謝謝 謝謝指教 大家好 歡迎收看 政經最前線 無碼看中國 我是主持人張玲 再次感謝大家收看我們的節目 最近這個美國總統這個即將交接 在這過程當中我們看到這個川普的推特被封鎖 到底怎麼回事 另外我們看到日本的首相菅義偉的內閣 目前在整個這個他們國內的民調裡面顯示 他這個支持度是40% 不支持度是41% 不支持已經高過了這個支持度 就顯然這個美日的這些元首們 顯然都面臨到一些不同的一些挑戰 我想今天值得我們好好來探究一下 我們很開心邀請到兩位來賓 首先邀請的是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 我們矢板明傅先生 大家好 再來是我們資深媒體人吳靈翔先生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們 您好 是 我想一開始就請教一下我們這個 矢板先生 這個我們很好奇啦 就是說這個降於40這個 所謂的這個滿意度 41%是不支持的部分 如果以我們的概念來講 哇 跌破一半 這是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這個菅義偉的內閣 在這時候產生一些挑戰 大家可以想當然是因為疫情 但真的難怪國內沒有說 這叫不可逆 不可控 他畢竟也是在疫情爆發中途才做接手 這部分到底怎麼會呈現這樣的現象 怎麼說呢 菅義偉他這個內閣 其實他接手的時候 他是通過自民黨的總裁選 全部繼承安倍的這個政策 那麼他接手的時候支持率到達60%多 其實他當時是 大家認為他是滿手好牌 因為就是當時和美國的關係 是歷史上最好的 另外一個就是說疫情持續了 很長一段時間 那個時候日本疫情 也稍微有點控制住了 那麼他就是提出這個幾點 一個是重視三點 一個是疫情 要解決疫情 控制疫情 第二 要恢復經濟 因為之前因為疫情 日本經濟已經很差了嘛 大家認為你稍微做一做就能恢復嘛 然後第三點就是把奧運會辦成功 但是很明顯就是過這三個月以來 這三件事他都沒有做到 那麼疫情比以前嚴重的更多 那麼經濟下滑這個止不住 那麼奧運會就是說 其實現在的日本的國民 大家知道這個調查 已經有將近80%人認為辦不了了 但是奧運會其實是日本的安倍首相 當他的時代這個招致成功 申請辦奧運會成功的時候 是打算把奧運會變成一個 就是東日本地震的 一個日本從震災之中復興的 這麼一個信號型的 鼓舞全國士氣的這麼一個活動 當然說這個辦奧運會 這個全社會全民做出了 很大很大的這個努力啊 就是說其實大家也有很多投資 各方面的都是很期待的 如果說不辦的話 這個對很多人心理打擊都是很大的 所以說其實但是大家 很多人已經認為這是 已經辦不了的情況之下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是很多人擔心如果這個菅義偉 菅義偉現在支持率是40%左右 那40%其實還算可以 在歷史上不算很低的 因為過去的安倍內閣 因為它一直是比較高的40%以上 但是說再往前的那個30%幾的 也有很多 那麼但是說這個下降的 它是很快3個月就掉下來了嘛 如果再往下掉的話 掉到30% 20%的話 這個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就是說日本的執政黨內 就要出現倒閣的聲音了 因為日本是議會內閣制 他要選眾議院嘛 所有的國會議員都是有私心的 就是我們要選舉的時候 我們和誰一起合照 和我們的總首相一起照照片嘛 如果這首相沒有人氣的話 貼出照片的話票會跑掉 這個台灣也一樣 台灣這個很弱的候選人 大家就不跟他母雞帶小雞玩這一套了 對 所以說就是說 首相就在野黨永遠想倒閣 但是執政黨內如果出現一批 要倒閣的聲音的話 這個就會很快就會下台的 所以說往往在歷史上 日本的經濟 凡是經濟不好的時候 這個首相就會換 其實就是過去有10年9項的時候 10年換了9個首相 那麼其實這些首相並不是沒有能力 只是運氣不好 因為經濟是周期性的嘛 一旦進入經濟下滑的時候 不是1年 2年可以 所以特別是經濟改革是很難見效的 那麼安倍內閣是一個歷史上 非常罕見的 安倍內閣將近8年 7年8個月 他一直維持著比較高的這個支持率 原因在什麼呢 原因是外交 當然是經濟實際上相對不錯了 另外一個安倍他是一個很明顯的 重視外交的一個首相 外交是最好容易拿分的 因為你跟某國領導達成個協議 或者什麼 你只要一宣傳的話 首先你要有重大外交國動的話 整個媒體的話你就變成終點嘛 所以說安倍是很擅長外交的 但是說很遺憾這個菅義偉首相 並不是擅長外交 而且國內的經濟對策 不是1天 2天就能出現結果的嘛 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 這個菅義偉其實是問題很嚴重的 那麼如果說在短期內 短期內比如說突然間疫苗普及了 大家一下子並就控制住了 或者是經濟可以恢復等等 如果有一些好轉的跡象的話 他的支持率還可能會恢復 但是如果這樣惡化下去了 他的支持率就會直線下降 下降之後就會出現什麼情況 問題是今年9月份有日本的自民黨總裁選 如果說菅義偉的支持率 在30%幾的情況 或者20幾的情況之下 絕對的自民黨總裁選 一定要把它換下來 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另外一個換下來之後 日本現在這一任國會 是到10月20號任期結束 那麼日本的國會是任期4年 其實在歷史上 國會任期任滿4年才開始同意選舉的 在日本戰後的歷史 70多年代歷史只有一次 一般都是首相提前解散 首相可以自己在自己喜歡的時候解散 但是如果說這個首相 連國會都解散不了的話 他因為首相認為 現在對執政黨最有利的時機 才解散嘛 但是如果他沒有抓到時機 拖到任期結束的時候 這個時候是對在野黨有利的嘛 那麼往往這個在野黨就是說 第一個可能安倍這個菅義偉首相 在自民黨總裁選被換掉 第二個就是在這個選舉中 被這個整個換掉 那麼如果說換掉的話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說日本從安倍首相 2012年上台之後 基於經歷了將近10年9年的政治安定期 這10年的日本的國際形象 國內政策其實是很安定的 就是安倍首相要做的事情很明顯 就是在國內要這個小政府制 在經濟上要刺激景氣 發行貨幣 然後在國際上是和美國堅定的 站在一起圍剿中國 這幾個政策是這10年來日本的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而且在這10年一直在堅持下去的 但是說如果說日本自民黨的鴿派 就是親中派他們這樣會主導權 或者是在野黨上來的話 這個首先日本是一個很多元的社會 比如說日本很多在野黨講 就是要和中美正三角形嘛 不要跟美國靠那麼近 我們要和中國變成正三角形的關係 那就問題很大了 還有的人就是主張要加稅 或者就是大政府 這些政策的話就可能 如果說政權交替的話 首先日本就會出現一個 國內的政策一個重大的調整 那樣的話其實往往就再次進入 10年9巷的那種政治混亂期 這一點其實我想對整個亞洲 包括對台灣來說 都是並不是一個很好的事情 所以說我們希望疫情趕緊恢復下來 的確有疫情的延燒 這個從我們一開始 在這個去年底 去年初開始這個疫情發展的時候 我們就說這個疫情先會燒人體 接下來燒經濟 接著就會燒政治 果然這個脈絡大同小異 就必然會產生政治的一些聯動的影響 當然日本如果它產生一些 不穩定的狀況 這種所謂的政治狀況的部分 這當然就我們擔心中共 有許多也許春春雨動的部分 當然回到美國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了 這個川普的推特被封鎖 原來最早聽到是說 在這個就職之前 到最後就永久封鎖 當然這個有許多的這些訊息 開始那樣陸陸續續的產出 這當然這個環球時報 也忌忌酸了一下 川普 那你看吧 這個美國這個言論自由 這不是很諷刺嗎 然後在整個包含我們看到 在中國內地推特等等 就是我們看到的這個微博等等 就是也開始有一些聲音 在調侃這個封鎖的一些事情 當然一個我們想好奇說 為什麼作為一個 這麼尊重言論自由的美國 對於這個川普的封鎖 到底有讓我們看到哪些的真相 另外有些人就是回過頭 也反諷這個中國的這些網友會說 那不然川普你去這個微博 設一個帳號好了 你看這個中國敢不敢去封你 這個大概值得我們好好來思考一下 這個吳老師你怎麼看呢 誰封誰 我覺得要用權力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權力的關係 請觀眾朋友們注意 我剛剛講權力關係這四個字 接下來我的引述 大家都用到這個概念 剛剛你提到說川普的推特被封 川普是誰 川普是美國總統 以前我在採訪新聞的時候 媒體會形容他是 地球上最有權力的男人 不是川普是美國總統這個職位 對不對 推特敢封他 他權力這麼大還敢封他 這就是一個權力的關係 就是這裡有兩個主題 誰有權力來制止另外一個主題 做一些事情對不對 這裡當然就出現 就可以想像一下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讓觀眾朋友們想像一下好了 我現在宏林兄不知道有沒有 讀者投書投稿到報紙去 是 觀眾朋友們可能也有 叫民意論壇或者讀者投書 如果你寫了你的意見 你覺得很棒 投給報紙 結果報紙不用 這個有守門人的那種角色 沒錯 也許你會覺得 我的言論自由在哪裡 就是傳統的媒體 就是你剛剛講守門人 他來決定哪些言論可以用 哪些言論不可以用 對不對 現在新的這個媒體推特是什麼 推特是一種新的網路上的平台 叫做社交媒體 跟傳統媒體最大的差別就是 他的守門人不見了 理論上你隨時都可以發文 你一發文之後就出現在了一個 一個你的這個電子裝置上面 你想想看我講的言論 居然變成了這個 印刷體的資料出現在傳播出去 如果你講得夠好 你可能傳播得很快 但是也可能只是因為 你講得非常的聳動 他也會傳播得很快 所以這是不代表一種言論自由 這真的是一種言論自由了 可是我們現在再來換位思考 警官的朋友們你想想看 假定您是推特 或者任何一個像這樣子的 所謂的平台的老闆 然後你現在想說 好 我要鼓勵言論自由 過去我都被拒絕 我被退稿 首先我要鼓勵言論自由 在我這邊講什麼都可以 結果你低頭一看 我們不要舉太尖銳的例子 我們講說好 幼童色情好了 這個顯然是不能夠被接受嘛 如果你的平台上面 有人在鼓吹跟未成年的人 色情交易是一件非常快樂的事情 那你會不會覺得不舒服 那你會不會講說 這言論自由 所以我可以讓他繼續發 你可能不會 是 我不要舉更多的例子 新疆的人權 不同的人種 甚至在美國我們還看到 有人在做種族屠殺還直播 那你說這是他的言論自由嗎 所以你可能就會開始猶豫 那這個時候別人也會來問你說 請問你 你是一個網路平台 你有沒有權力去封殺別人的言論 所以這是一個大哉問 但是如果這個部分來講說 我們現在當然有許多的一些討論 陸陸續續大概也會有許多的 針對這個題目的部分的一個設定 就是說到底這個違背的範疇的界限 當然我們都要藉由一個事件 不斷地來做一些分析 再做一些討論 這個我想也是 我相信在接下來 因為畢竟它被封住 那當然會產生什麼樣的一些影響 到底背後有哪些這些目的 甚至包括後續還有提到 這些彈劾的相關的一些議題 這個大概都值得 我們大概持續來做一些關注 當然另外一個部分 當然是回到我們就談到了 就是美國跟中國的部分 當然我們剛剛提到了這個 美中的這些關係一定還是持續 是世界上相互影響的一個 所非常重要的一個國際的 相對應的一些情勢 我們看到當然這個 我們全球當初對於所謂的這些 中國抱有一些理想跟想像 當然希望是說給中國這個糖水 給中國這個享受一下經濟的果實 他們也許就會慢慢產生一些改變 再包含中國當時也做了許多 要扮演良善的世界公民的一些角色 所以開始有這些所謂的綏靖主義 綏靖主義的部分我覺得還滿有趣的 如果另外一個在解釋這個 綏靖主義的部分 談的就是所謂的姑息主義 我就用中文講姑息主義 也許比較貼切一點 為什麼 因為有一句成語叫做姑息養姦 到底姑息主義這些綏靖主義的部分 後來會產生什麼樣的一些聯動的影響 當然這個矢板先生你過去當然有寫過 許多的一些書籍 你有提到過說習近平可能是在 也許在你所界定裡面 是一個最弱的領導者 我現在很多人會挑戰你 怎麼最弱 明明現在中國是最強盛的 我們許多的兵力 我們的經濟 我們未來還會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 你為什麼要唱衰中國呢 為什麼要唱衰我們偉大的習李島呢 不 這個怎麼說呢 就是說我先想 這整體的中國的這個權力架構的概念 就是說剛才講美國對中國寄以厚望 希望能夠中國能夠經濟發展起來 能夠然後進入民主社會 但是這個沒有成功的原因呢 是中國的這麼多年 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後 他只進行了經濟改革 沒有進行了政治改革 那麼在進行政治經濟改革的過程之中呢 就是說他讓經濟很多元 但是政治一直是一元化 那麼社會的矛盾就會衝突 那麼有兩種方法 一個是政治改革 政治也變成多元的話 這符合另外一個呢 就把經濟收回去變成一元化 那麼就是說中國社會矛盾的崩發之後 現在出現一個習近平 很明顯他不想把政治多元化 所以說他就把經濟想收回 把經濟 現在比如說把馬雲 各方面的就是打壓國進民退 推進這個政策 至少把經濟回到一元化 這很明顯的這是一個 對 長期來看 這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一個做法 也不可能成功 就是說會給中國帶來很大災難 但是說經濟一旦這個多元化之後 你再把它收回來的話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的 除非有革命 有一種 像毛澤東那種殺掉多少萬人 幾十萬 幾百萬人那種 強有力的方法以外的話 這是這種很難做到的 所以但是習近平在做這麼一個挑戰 所以說首先我認為他呢 是他的想法是一個超級民族主義的 天天在講什麼中國夢 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但是他是很明顯的是沒有這個 只有情懷 沒有遠見的一個人 所以在這方面呢 首先他的治國能力是很弱的 並不是很有遠見 很有智慧的一個人 那麼另外一個習近平這個人是怎麼樣 我寫了很多本書 一直對他的從童年到他的成長 整個從政的經歷一直觀察 他是一個超級自信加自卑的 一個雙重性格的一個人 那麼他的自信來自於哪裡呢 就是他首先他是從小 他就是太子黨嘛 習仲勳副總理 中國的就是說主要領導人之一的 習仲勳的兒子 所以說他從小周圍就有一群 捧著眾星捧月 他就是一個頑固子弟的人 後來他雖然到了這個廣西去 也不是到陝西去下放 但是同樣也是他作為一個 特殊的人的成功 就是這方面他永遠有一群人 天天順著他 給他當小弟 另外一個他到了 比如說他到了這個 陝西的梁家河這個農村去以後 他自己那個時候他小學畢業 初中上2年 但是就文革停課了嘛 他首先基本上屬於一個半文盲狀態 但是周圍全是文盲 所以他是裡面最聰明的人 他那個時候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就是大家沒辦法挑戰他 他是讀書最多 最有想法 最有學問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培養他一個 很自信的一個方式 但是同時因為他正因為他小的時候 他因為到哪裡大家都說 這是習仲勳的兒子 後來他結婚 第一次結婚很快就失敗了 第二次娶了一個全國的一個歌星 彭麗媛為太太 所以說到50歲為止 他走到哪裡人都說他是彭麗媛的先生 彭麗媛的老公 所以他一直找不到自己 他一直想證明自己 這也是他的沒有自卑的一個方法嘛 一直沒有人以他來評價他 另外一個看他的仕途 他首先大學的時候 從小沒有讀書嘛 雖然混入了這個後來被推薦 因為父親的關係 推薦如果清華大學 但是化學系明顯他的學系也跟不上嘛 而且雖然拿到了文憑 但是實際上他的學歷是 在同學裡面是比較低的 另外一個他在人生之中 到了河北 現在中國的對他宣傳 比如說在河北正定縣 怎麼愛民啊 怎麼有主意 但是說你很明顯他最早在地方 是做正定縣的縣委書記 到今天為止正定縣 還是中國有名的比較貧困的地方 就是說你如果有那麼大的本事 的話正定縣早應該富起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他後來80年代 他去了廈門 他做廈門副市長 廈門是80年代時和深圳 同時是改革開放的這個兩個城市嘛 你看深圳後來從一個玉村發展到多大 廈門是最近這10幾年 20年 就是習近平離開廈門以後 才發展起來的 對 然後習近平在福建做了很多年 但是他在福建的時候 中國的福建其實並不好 爆發了遠華案 各種各樣的弊案 福建 習近平離開福建以後 福建才跳起來的 他到了浙江以後 他去浙江之前 浙江經濟是非常好 他去浙江以後 浙江經濟就下去了 因為他是非常左的那一套想法嘛 他就是 所以他治理 他作為地方官 雖然經歷了很多地方 但是每個地方都沒有做出成績來 這一點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跟他比起來同時 比如像什麼張德江 那些張高麗 那些領導人 他們在廣東 在浙江 都做出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才進得中央 所以這比起習近平 他是這個方面跟別人一比 他自己又自卑 正因為他自卑 所以他要拼命地證明自己 所以他一直在鼓吹什麼民族主義 就是表示自己很強大的方式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就是說 同時他懼怕別人看不起他 所以說他上台以後 一直在不停地發動權力鬥爭 不停地收繳政敵 那麼我們很明顯 如果說一個人他有權 就是說任何一個組織 我想說當你作為就是掌握權力之後 你要清算一些不聽話的人 你要任用一些自己聽話的人 這個是理所當然 大家都會在做 但是基本上就都會在一兩年之內完成 你看北韓那個 包括北韓的金正恩也是嘛 一兩年之內就完成了嘛 然後就基本上政權就安定了 習近平到現在為止 他已經8年了 上任8年以後還在不停地清算 你看今年光就是去年到今年 比如什麼龔道安 鄧恢林 孫立軍 也還是不停地 明日實際上在不停地清算政敵嘛 不停地就是說什麼不忠誠 妄議中央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是一直處於一種高度的 不安全感的什麼 就說明他的權力掌握 他並不穩固 那麼今天習近平面臨的一個就是說 美國的權力鬥爭已經漸漸落下為幕 但是說中國2022年的時候 又開始新的這一場權力鬥爭又開始 在這個權力鬥爭裡面 習近平按道理說他應該下台了 他已經69歲了 就是但是說他下不來 下不去 一個是他想做常 另外一個呢 因為他搞得不停地權力鬥爭 清算了眾多的政敵 所以他自己不敢下去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 所以整個一個習近平 他除了搞權力鬥爭以外 他別的事情就是靠一些什麼 宣傳一圈民族主義 實際上他在整個在中國 這10年作為一個治理國家 他並沒有把中國治理得怎麼好 說的什麼一帶一路啊什麼一些 都是一些四大 一個好大喜功的這麼一個狀況 所以在這個比起來 我想習近平呢 當然今後的權力鬥爭怎麼變 有很多就什麼結果 很多變數 但是至少到今天來為止 習近平的成績是非常空洞的 我想他在歷史上的定位 也不會是很好的 的確如果我們先談 的確用結果論這件事情 剛剛我覺得斯坦先生 也談了很多過去他治理的部分 但從我們過去節目有提到過 至少現在是從我們之前 提到天安門事件後 各國對於中共的厭惡 擔憂 或批判的程度是最高峰的時候 真的也要佩服他的領導 所以如果照斯坦說是最弱的領導人 其實我們應該希望他不要下台 我不知道會不會更加速 中國的民主化的可能啦 當然是這個值得我們來做一些思考 除了剛剛提到 不斷地整肅這些政敵以外 其實在我們看到馬雲 這個事件來講 很多節目都一直在談 我們過去還是談到這個部分 接連的過去被作為一個樣板 對於一個所謂的比較自由 在經濟上開放的一個中國裡面的 很重要的國際的指標的人物 既然也被這個下手 就是被開刀 被整肅 到現在大家還在眾說紛紜 到底怎麼回事 當然有幾個說法啦 第一個部分就是說 因為中共這個國庫吃緊 所以他某種程度除了也許馬雲 攻高震主 另外一部分是不是 基於某些錢 另外也在談到說當然這個 也許中國看到了有些新興的 一些技術的部分 不管這個我們講的數位貨幣 相關的運用的狀況之下 他是不是想要藉由一些 你去掌握一個對於人民 更大的一個控制 這個當然有許多的說法 這個我們想 吳老師你怎麼看待呢 馬雲因為太有名了 對不對 全世界的知名度 所以馬雲的訊息會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分雜 我們時間非常有限 我提供兩個角度 跟觀眾朋友們繼續觀察這個現象 第一個就是中共是一個專制政體 所以政治上來講 他希望是單一化 但是經濟的發展 他又希望借用市場化的力量 但是市場化的力量一定是走向多遠 這兩個本身就是有矛盾衝突的 這個是不可辯駁的 馬雲是代表這個新興的經濟力量 他當然希望走向多遠 他會跟這個政治的體制 會產生的矛盾衝突 這幾乎都是必然的 另外一個我提供第二個觀點就是 中共既然專制政體 所以他最希望就是要穩定 他提出所謂的六穩 六穩就是這個穩就業 穩金融 穩外貿 穩外資 穩投資 還有穩預期 對不對 如果像互聯網這個產業 這種巨頭長到這麼大的時候 對這六穩裡面其中的好幾項 其實都會有傷害 這就是為什麼今天馬雲 會出現這個狀況 當然我倒不認為馬雲 馬雲就會被捕下獄 大概不到那個程度 因為馬雲好像也是黨員嘛 對不對 黨員如果真的犯了什麼 不是幫規 其實也對了 就是黨規 就是內規 家規的話 那應該會先用雙規的方式 到規定的時間 到規定的地點 先去坦白交代 然後再用行政法規 馬雲現在問題不在這個地方 馬雲是因為他過去的 這個嘴巴很大 話很多 意見很多 跟這個當局的這個意見是有衝突 所以他最近被要求噤聲 就不要講話 免得你影響現在中共 正在進行的修補 什麼修補什麼呢 修補法令上的漏洞 因為過去中共對於這個 所謂壟斷的企業的制裁 不是非常清楚 現在趕快把法令補上 我的觀察 這完全是我個人的觀察 中共對於壟斷 其實它的關鍵還是為了維穩 壟斷企業很多 中石化 中石油 甚至煙草等等 壟斷企業非常多 但那個都是國營的 不影響它的執政 那就不需要去修理它 但是民間的企業 如果你到了這麼大 影響到我剛剛講的六穩 穩就業 穩外貿等等 因為那個民營化的這些 互聯網的企業 長到這麼大的時候 對很多其他的小企業 是有壓抑的作用 它冒不出頭來 會有相對剝奪管 相對剝奪管會 相對剝奪感 會讓那些小的企業 或在裡面工作的老百姓 會覺得不舒服嘛 這對社會的穩定是有問題的 而且對就業收入 會造成社會兩極化 所以要修理馬雲 或者修理這些 包括馬雲還有騰訊等等 這些大的互聯網上的巨頭 這是必然要做的 其實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問題 時間有限 我就提出一個問題 觀眾們可以下節目 再想想看 為什麼之前都沒有修理它 為什麼這個時候要修理它 對 因為它變大 也不是現在的事情 對 而且它的螞蟻金服 是創紀錄只花了26天 就通過了所有的審查 要在中國大陸上市在審查前36天 上市前36天突然叫停 所以我覺得這裡面還是有一些 因為它能夠這麼快速的上市表 它後面支持它的力量也不小 所以我們常常上節目的明老師 很會用派系來分析中共 這可能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度 所以非常值得我們進一步觀察 我覺得提供這兩個角度 讓觀眾朋友們 可以有一個觀察的方向 不至於被這麼多紛亂的 這些訊息給淹沒了 這個大概都是值得觀察後續 這個美 中 日 包含或許台灣 相對應的這些首長們 可能所必須面臨的一些挑戰 我想特別我們看到的日本 跟台灣的一些關係來講 像我們矢板先生說的 我們還是希望日本維持一個 非常穩定的發展 這對台灣來講是一個非常 有利的部分 特別是現行的這政府 對台灣來講是非常較為友善 當然美國的部分 這個後續的情勢 大概也值得我們來做一些關注 至於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對於推特相關的封鎖 那些比例的原則到底是否適當 因為畢竟從歐洲在重視 這個所謂的人權的部分 從歐洲更嚴苛的標準來看 梅克爾也過去批評川普也沒有少 但他在這件事情上 反而是在聲援川普 所以很多的比例相關的一些原則 到底適合與否 我想這件事情會繼續地延燒 這個也會在美國境內 我相信產生這些 不管是兩黨 兩個主要政黨的這些政治人物 或者在社會各方面的討論 我們都希望透過這樣的一些爭議 大家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思考 可以得到更多的一些知識增長 然後最後可以走向一個 更理想的一個政策制度的一個方向 再次感謝我們兩位來賓 也感謝大家的收看 以我們這麼小成本的一個節目 有這麼好的來賓 願意來我們的節目 這都是我們的榮幸 當然他們願意來 我相信很大的原因不是我的魅力 不是我們的題目 而是因為我們的觀眾裡面 有這麼多這麼願意來收視 收看 支持 留言 然後給我們很多批評指教的朋友 所以你們的支持 大概是我們製作節目跟來賓 願意再做更多的分享 很重要的一些動力 期待大家繼續來支持我們 再次感謝大家